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沉浸在半梦半醒中 街头巷尾的步发摊 却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 都说几元人的早餐 是从鸡蛋步发开始的 在当地人们心中 她是当之无愧的早餐王者 相传鸡蛋步发是妻子 专门为夏河捕鱼的丈夫 所制作的干粮 因煎烤时不需要翻面 故此有着鱼船步翻 家人平安归来的寓意 从打发蛋液到煎烤成型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一口下去表面松软 底部较脆 简单的传承 带带的累积 鸡蛋部分 以其朴实无华的品质 影响着每一代几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